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一个礼拜非常快 今天又是礼拜四了 大盘这四天又跌了216点 说真的跌不少 来我们看一下 礼拜一大跌162 礼拜二稍微止跌 小福反弹7点 昨天又跌了70点 今天小福反弹上8点 四天总共跌掉216点 都没有 请问敌人生不生 也不少咯 今天有一个新交入会员问我说 很简单一个问题 那我说怎么判断多头空头 你看这是多么简单 又是多么重要 多头空头搞不清楚就完了 男人女人搞不清楚就完了 男生应该爱女生嘛 那如果男生就爱男生 那叫同性恋 那就麻烦了 没办法传宗接代 事情就大条了 女生爱女生爱也叫同性恋 事情就大条了 也没办法传宗接代嘛 爸爸妈妈就没有孙子可以抱了 对不对 就麻烦了 所以你说重不重要 这世界上就有两种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可是有人搞不清楚 爱错了 男人爱男人 女人爱女人 惨了 看怎么办 股票市场只有两个 一个叫多头一个叫空头 如果人多头空头都搞不清楚 那就会变猪头 多头在做空被嘎死 空头在做多 哇一直跌一直跌跌跌 套死了 都不行 多空你看多么简单 多么重要 可是有多少人搞不懂 到底这个行情是多头还是空头 投资品 我不晓得你搞懂了没有 这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这很多人搞不懂 来 大盘从6609涨到8170 这段是涨1561点 大盘从8170又回跌到这里 这段跌了748点 7422是这一波的最低点 很快 昨天差24点就跌破 今天差一点点 今天要讲的重点 第一个 如果大盘 如果研判大盘的多空 我刚讲过 这个是非常简单 但是也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怎么看多头 怎么看空头 多头不做空 空头不做多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可是很多人都搞错了 可能连你都搞错了 你看多惨 来 涨势行情 跌势行情 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高价股 宏达店 陈宏郁金光 这高价股到底好不好 第三个 蟑螂怕偷鞋 分析是怕什么 怕什么 待会再告诉你 千金燃买早知道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四个主题 当然这一波 跌了748点 来我们看今天的新闻 5月10号 经济日报 油电商长百货市况 比金融海啸的时候更惨 现在是母亲节 很多百货公司在推专案 拼折扣 拼业期 但是现在的一个销售状况 比金融海啸的时候更惨 如果你不相信 你去看一看夜市 夜市平常大概10点多 哇 强强棍 11点人好多 12点开始慢慢人炒 推炒迹象 你现在到夜市去看10点钟 人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你以为10点钟好像晚上12点 1点一样 怎么人好像都不见了 一般的餐厅 消费的客群也都降低了 为什么 钱变少了 什么东西都涨了 大家尽量少吃外面 所以你看了这会觉得很恐怖 怎么会变这样 油店双涨 百货业一样 市况比金融海啸更糟 这是今天苹果日报的新闻 养家难 养家很困难 77%的白领薪水 透支不够用 77%的人不够用 因为交通费 饮食费 面 饭 什么都涨价 交通费也涨价了 当饮食 面 这个交通费涨价 很多人会活不下去 造成很多生活经济上的困难 透这边 那你觉得这个盘到底好不好 大盘到底是多头空头 多头不做空 空头不做多 这是最基本的 空头做多叫逆势 多头做空也叫逆势 那如果是现在空头 你在做多单 这个叫逆势操作 华尔街游记名言 逆势操作就是失败的开始 所以绝对不能把方向看错 大盘到底多头 还是空头 好 来 请看 我们先看这个大盘 很简单 这是用均线把它加上去 大盘这里有四条均线 对不对 加上去之后 季线 半年线 年线月线 四条均线加上去 四条均线特写 上面 两条 对不对 下面也两条 那你发现目前这四条均线 大盘通通跌破 跌到这里 四条均线都跌破了 四条均线里面有三条均线是往下的 四条均线都破了 什么都破了 连内裤都破了 这是多头吗 这怎么可能是多头 多头为什么四条均线跌破呢 对不对 我们看周线 92 20 跌下来 反弹 又跌下来到6609 反弹 又压回 那请问这整个形态上是多头还是空头 不晓得没关系 一样把四条均线加上去 月线 季线 年线 半年线 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变这样 特写 四条均线在这里 那请问有没有四条均线都跌破 有啊 都跌破了 月线破 季线破 半年线破 年线也破了 周线的四条均线也破了 同这边 什么都破了 连内裤都破了 这倒是好还不好 看股神系统 正确答案在这里 四个字 三线转空 趋势线转空 筹码线转空 动容线转空 高档特写 早就出现 很多的反压提醒你 这个盘已经转空了 不要去追 有没有 所以你看这样一波跌下来 目前的格局 三线依然空头格局没有改变 既然是空头格局 你在做多单 这个叫逆势操作 所以今天一个新会员问我说 今天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看这问题多简单 多么简单又多么的复杂 就像练佛修佛道的人 什么是佛 很简单 什么叫做佛 一句话 什么叫佛 很简单很简单一句话 这句话好难 什么是佛 天哪 你把很多修道的人问了问的 你看到和尚你就问他 和尚这个出家人 尼姑 请问什么是佛 这问题好大 对 大盘到底多头空头 很简单 不是多就是空 很简单 但是这个问题多大 我刚刚讲过 如果是空头 那你怎么报一大堆多单呢 你空头做多叫逆势 逆势操作就是失败的开始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多单在你手上 同意没有 这是多头吗 那如果不是 你怎么再报多单呢 那如果你在股票市场来做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你连多头空头都没办法判断 你说你会做股票你会赢钱 不可能 你不要杀了 那是不可能的 来 股票市场就是这些而已 趋势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请你搞清楚 形态请你搞清楚 它目前是涨市 还是盘市 还是跌市 多头也有涨盘跌 空头也有涨盘跌 多头的 拉回下跌是买点 空头的反弹是卖点 你知道这些道理吗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也在做股票 而且你还希望赢 那是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 你不要傻了 特性 股票涨的特性就是轮动 多头叫做轮涨 空头叫做轮跌 那如果现在是空头呢 走这边 你还希望它涨 不要傻了 一颗石头 推上山比较容易 还是它滚下山比较容易 上涨比较容易 还是下跌比较容易 自己去想 这应该有答案很明确 为什么波浪理论里面 上涨是五坡 下跌只剩三坡 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 不是很简单吗 所以有人说波浪理论 涨是行情 跌也是行情 不是没有行情 是你不会做 你会做下跌 跌得更快 真的吗 有啊 4月12到4月底 两个多礼拜 我们赚452元了 跌的速度多快啊 所以有没有股票 可以做 有没有行情可以做 有 那只是你有没有好的方式 好的方法 来操作 来赢到股票市场的钱 就这样而已 那如果没有 你要在股票市场赚钱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来 最怕 乌龟怕铁锤 乌龟对不对 乌龟的壳很硬 他怕什么 他怕比他更硬的 叫做铁锤 乌龟怕铁锤 蟑螂怕拖鞋 那些 家里晚上如果你食物没有把它收藏好 垃圾没有把它倒掉 放在厨房里面 晚上蟑螂就从地下水管爬上来 去偷你的垃圾吃 到处在那边转 到处在那边跑 家里蟑螂很多 小朋友最怕蟑螂 尤其我女儿很怕蟑螂 他就看到蟑螂 蟑螂來了 我吓得半死 很怕蟑螂 后来我跟他说 乌龟怕铁锤 蟑螂怕拖鞋 女儿说什么意思 很简单 蟑螂来就把拖鞋拿起来 碰 就把他打死了 蟑螂有什么好怕的 蟑螂不用怕 蟑螂怕什么 怕拖鞋 乌龟怕铁锤 蟑螂怕拖鞋 蟑螂怕拖鞋 小鸟怕下锤 我儿子很小 三岁而已 爸爸为什么小鸟怕下锤呢 小鸟为什么怕下锤呢 男生都知道 可是小朋友不知道 我很难跟他解释 那我就跟他说 爹地你想一想看 小鸟如果下锤 不会飞 不会飞就摔死了 当然一定要往上扬 不能下锤 下锤就惨了 分析是怕什么 怕空头 十个 九个不会做空 連空头都搞不清楚 根本没有避开 这一波下来只要回党 很多散路都受重伤 为什么 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会太 不知道有空头 也不晓得股票会下跌 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很多人每天都跟你讲 买股票 从来没有跟你讲 这个行情你要避开 所以跟他上去又下来 有时候上去低档没有跟 高档的才跟 上去赚5块 下跌跌8块 跌20块 跌100块 所以股票市场90%都是输家 为什么 答案就在这里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90%的散户都是输家 低档一定没有卖 涨一破才要追 对不对 从10块涨到80块才要追 拉到90回档 没有卖 因为觉得赚还不够多 拉回开始后悔 跌跌跌跌跌到50 赔30 跌到20 赔60 受不了断头卖掉了 所以散户一定是输家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会做一个方向 他只会做多 保管台北上的老师都一样 每天叫你买股票 只有你必然死路一条 分析师怕空投 懂意思吗 但是 股票一定会回答 股票没有每天涨 每天涨 你也不用参加老师 你也不用看节目 买了就赚钱了嘛 也不用上班了嘛 对不对 来 请问有没有下跌 有 这什么格局 高涨出现反压 跌破 哇 颜色不对了嘛 这段才是买点嘛 这段是卖点 不对了 创半年的新低 这半年买进筹码 没有跑全部套牢 到这边 你有没有跑 不但要跑 反正我还可以放空它 不晓得你有没有做 这今天我发给惠伟的口序 我们现在赚5.3元 上次也赚7.4 来在这里 上次赚7.4 获利回补了 加点利 现在又空了 又赚5.3了 你相信一档股票 可以赚很多钱吗 你不相信我做给你看 有啊 这不是吗 有没有 所以当股票在回档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 你傻傻去追 你都追到反压 追到空投格局 最后你必然成为台面上的输家 好 台去营收疲软 礼拜一大盘重挫 他马上开盘跌停盘 你看跌很深了 对不对 哇 这半个月买进的 三个月买进全部套牢 做一个很大的头型 哇 这个帽子多大 好大一个头对不对 买进的全部套牢 跳空跌停 天哪 原来早就转空了 高档早就出现反压了 那你想一下 为什么你在买这一段 你在做多单 那为什么这一段你不买 你要买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只是你看不懂 因为涨涨跌跌 你没有颜色 我的超盘系统会告诉你 这段是空投格局 那请问既然是空投格局 要做什么 第一个卖掉股票 第二个反手反空 我想你有没有做 我们已经空 而且把它补了 放到口袋 116空 98补 116空 对不对 98补掉 那多少 18块 18块 来 为什么空它 因为它是一个空投格局 18块就把它放到口袋了 你不要以为18块很多 18块只是小菜而已 来 哇资源今天跌到40.3 最低跌到39.6 那请问这什么格局 这不对啊 这早就出现反压了 今天几乎跌破 这四个月的低点了 虽然你去买资源的人 头说没有 错啦 天大的错啦 可是你有没有去买 而且还买很多 天大的错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要做什么 这种股票卖掉 甚至反手放空的 我们现在空没多久 获利已经不少 慢慢再出来了 中石化 天哪 今天5月10号 中石化好像又跌破 近期的低点 来 又看到低点28.8了 高点39.3 这里是28.8 那请问中石化这一段 你还在追吗 我没跟你讲过 我已经不买中石化了 有没有 为什么 转弱转空了怎么买 那请问要买哪一段 当然要买这一段啊 还要看嘛 这段当然不能买啊 问题是这段你有买吗 没有 问题是这一段你有避开吗 没有 那就毁了 该买没有买 该买没有买 那就完 那就什么都不用讲了 这一段要买 同学朋友 你有没有买 没买 谁有买 我有买 在哪里 在这里 这张如果把它贴在额头上 出去也算蛮光荣的 这样走路的话 你看多帅啊 一定很帅的 对不对 赚46块 141% 看到吗 3月2号出厂之后 就没有再买过了 看到吗 这段你去买就挂掉 买这一段 高档啊 懂得出哦 3月2号 我就没有再买中式化了 已经赚46块 放到口袋了 了不起吗 非常了不起 39块卖的 到现在没有再买过 现在跌到28.8了 看到没有 光这一段买上来 赚多少 46.2元 走这边 这是不是你要的 是 可是你没有得到 你是怀疑啊 谁买的 这边都有写啊 这都有等级啊 走这边 我认了一天上节目 拿来是假抗讯 拿来是假资料 我说没有买 我说39块卖掉 3月2号卖掉 到现在没有买 没有买 结果又买了 骗人 明明有买 然后偏偏说没买 那怎么办 你是我的会员 你假会用全额退还 你只要抓得我认了一天 拿上节目假资料 这个造假根本没有这种资料 根本没有发这个讯息 根本没有这个获利在乱骗 你假如会用全额退还 你再看节目 我所有的会员都在看 一个月前参加也在看 三个月前参加也在看 他们也都在看 所以不能造假的 也没有人敢这样讲 如果这样做多好 买上来 天哪赚46块多 卖掉之后再也不买了 哎 跌下来 跌好深喔 哇 多美好 人生多美好啊 投这边 这是你赚的人生多美好 这如果把它贴在额头上 走出去也是很光荣的 你看路上如果这样走多光荣 那那个是谁啊 怎么那么棒 怎么赚那么多钱 一定很光荣的 可是这个光荣不属于你 为什么 很可惜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光荣 可是你没有得到对不对 此间的关系啦 讲也讲不完 当然很多人都问说 张老师你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 你到底怎么操作的 赢家在想什么 输家永远不知道 赢家脑袋跟输家脑袋是不可能一样的 那如果一样一样 赢家也是输家 当然不一样 赢家在想什么 输家永远不知道 太多例子了 股票 今天又快破底了 很多人在问说华宝可不可以买 听说华宝叫做盘底谷 叫做落底谷 等它涨 都没有 不要去摸底探底 小心你摸到大白沙 都没有 我没跟你说华宝可以买 来 请看 高档有什么迹象 高档出现反应 低档呢 低档有买点 那请问特写 你有看到买点吗 没有啊 有没有 连一条线都没有翻多 这怎么可能会有买点呢 所以你去买华宝 你一个月前在那摸底摸底 等它底部 什么底部谷 谷个头啦 然后底部谷又破底了 套一个多月 你痛不痛苦啊 痛苦啊 我没跟你讲华宝还没套底 为什么 根本没有一条线翻多嘛 涨的时候一定会三线翻两 没有 连一条线都没有 那怎么会涨呢 你是不是浪费一个多月时间 你这一个多月 我们又赚452块了 你不但把时间浪费 你精神浪费掉 你体力浪费掉了 你的情绪也浪费在里面 越想越气 你会跑 高档你为什么不跑 时间有关系啦 讲不完 破底了 你在等待它反弹 拉一个长红棒 又破底了 有用吗 没有 为什么 高档到底有什么迹象 哦 这什么格局 三线挂掉了 高档出现一堆反 你又去追 看到红棒就追 你追这根红棒我吃 要不然你就追这根嘛 对不对 有没有 最后上去呢 没有 没有三线翻多嘛 第三线根本没翻两 你追也没有用 又下来 有没有 所以很多错误 一点点的错误 就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不断的在股票上里面 很多人都会受伤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没有一个客观的工具来帮助你 你去买到股票都用破底的 高档出现反 你还要三线跌破 你摸得很高兴 抱得很高兴 所以股价破底 你也不晓得怎么办 哎呀 不然怎么讲下去 真的啊 佛门虽大 不度无缘之人 有缘的我先帮你 我来先救你 没缘的就继续看 记得没有关我做 做小一点 避免把钱输光 你输光了我连想要帮你 都没办法 今天是母亲姐的前一天 公司里面有特别优惠的专案 详细内容你跟服务人询问 全天下妈妈 都会给你优惠 而且这个优惠一定会让你满意 我们把电话打通就可以 我们进段广告再回到现场 好 好 我可以帮我和我们进段时间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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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不会骗你啊 它就是跌下 这个就是事实啊 好没有 你要先认清这个事实 股票下跌就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好 为什么不涨上去 那有本事涨到一千 给我们看嘛 对不对 我放空你就把我嘎死嘛 要不然是要嘎上去啊 没有 它已经跌很深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跌 一定有原因嘛 只是你不晓得那个原因 新新的iPhone5到底是用内千四 还是外砍四不知道 成统投资很多钱 好几百亿进去 所以到底能不能用到 机器设备能不能用到不知道 那股价怎么会涨呢 从这边啊 你懂意思吗 所以当它跌下来 你不要怀疑它 股价最后跌就是一个事实 当然我的操盘系统 会领先告诉你 到底高档有什么迹象 哦特写 高档有很多迹象啊 只是你不知道 你看不懂而已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这早就三线 只要破两线了 金融拉圆 所以你看到这种格局 你为什么会觉得好 我从来不觉得它好 懂吗 所以要做什么 这是我今天 这个11.27 换给会议的口讯 388空了 已经赚25块 又跌到365 已经赚25块 又赚了90 上次空但是赚91 现在赚25 光一档股票赚超过100块 110块了 可以赚这么多吗 老板已经赚116了 对不对 或许你会 拦你自信啊 怎么可能一档股票 可以赚这么多钱 问题它就是一个事实 我赚这么多 我也不能说我没赚 我不能乱骗你 有赚这么多 就当然讲赚这么多 但是我在讲赚这么多的时候 你好像不来相信 很怀疑对不对 拦你自信 上次337 补的 337 那为什么可以补 因为我428就空了嘛 跌到337 这上一笔 这已经补掉91块 已经放到口袋了 现在现在又空了 388空了 现在跌到365 这样我们会赚25 91加25 你自己算一下你多少钱了 是不是116了 一档股票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那反过来你做错一档股票 你就赚很多钱了 对不对 上已经赚91 这4月30 现在又空了 群联 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跌下来 今天已经又赚16块了 上次赚不是91 这是TPK 上次赚110 在哪里 群联赚110 有没有 现在又赚16了 110加16 126了 有没有 跌665块了 这什么格局 这空头格局啊 我不跟你讲 我4月1号就卖掉 2月4号就卖掉就不错了 有没有 一档股票可以赚这么多钱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 那问题他又是一个事实 认了一天 认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额退归 这是最了不起的例子 有没有 你要什么 你要赚钱 我能给你什么 或许这是我一能给你的 就这样而已 你想要什么 想要 相信你看到 把电话打通就可以 明天再见